软煤专武到底如何 平民玩家应该怎么选择软煤的光追和仪器 首先来看软煤的专武效果 提供了金破特弓全体增伤 大招回点和波色回能 这四个效果看起来很给力 但是对软煤来说有个比较大的问题 那就是不能让软煤三动一大 个人认为这个专武的设计 是为了让软煤去配合霍霍的 一个负责产点 一个负责充能 互相弥补缺点 这样看的话 0加1软煤和0加1霍霍 确实是挺强的 加攻 增伤 穿透 破刃 充能 加速 样样都具备了 简直是六边形组合 不过这个组合比较贵 不想抽软煤专武的话 平民玩家有没有更好的光追选择呢 那当然有了 比如记忆中的模样 不仅提供高额的56%级破特弓 每次攻击敌人还能回8点能量 保证软煤可以三动一大 并且记忆叠一就能用 只不过叠一有一定的能量缺口 需要单体收集一次 加AOE收集一次才能充满 叠五加上温瓦克 就可以稳定三动一大了 其次如果你没有记忆中的模样 也可以使用叠五轮器 来保证稳定三动一大 不过这时候你得准备好一点的仪器了 角色击破特弓 需要对到180%以上才行 至于其他光追就不太推荐了 一个是因为不提供击破特弓 仪器压力比较大 另一个则是因为充能不太够 循环不舒服 仪器方面 软煤只要把击破对到180就算成功 其他属性不用很严格 对外圈可以是击破套 信使套 或者任意2加2搭配 内圈可以选盗贼套 温瓦克 龙骨套 仙舟套 只要最后击破达到180以上就行 击破套平时打周本就有 不用特意去刷 盗贼套和温瓦克的话都在魔女咒四 两个可以一起刷 刷到哪个用哪个 非常方便 主次条速度鞋 除名绳 衣服和卫面球选生命或者防御 绳子尽量不要选击破绳 除非你想玩核爆 不然辅助需要四动一大 会很影响队伍的输出循环 不死条速度等于击破套弓 大于生命等于防御 下课